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调频模块 这段是可以调频率的 按这个加键是频率增加 按键是频率减少 这段是调占控比的 按加是占控比增加 按键是占控比减小 它的供电是可以在3到30伏之内 那么一般驱动长管就要选择12伏的 这段有两个输出 实际上是一个输出 只不过是并联的 那么它输出脉冲的形成 是由我们的正级供电 经这个102 1K电阻上拉 经我们这个下边这个QE 小三级管来驱动 那么这个小三级管的机极 是接单片机的一个引脚 单片机输出PWM信号 使这个小三级管处在开关状态 使我们电阻Z端的电压 也就是输出端的电压 处在电源电压与0伏之间 输出PWM信号 在后边不接辅载的时候 它输出的是巨型波 好 下面我们演示一下 今天咱们用这个小模块 来做一个我们看 这个可以用作脉冲充电 也可以用作闪灯 那么现在它的占控比呢 是50% 这个占控比呢是可调的 我们给它往低了调 它亮的时间就会变短 同时我们这个是调的1赫兹 1赫兹呢就是说 一秒钟闪动一次 如果我们给它加1赫兹 那么它的闪动速度就会变快 另外我们还可以把这个频率提高 我们可以提高到60千赫 这样呢就相当于开关电源的频率 那么我们给它提高一下 好 我把它的频率提高到了60.8千赫 这样呢它就能够达到一个调流的作用 我们把它的占控比调宽 这样我们的灯泡呢就会变亮 同时这个电流也会增大 这是直流供电 那么我们把这个卖宽调窄 它就会随着我们的卖宽 来控制输出的电流大小 这样呢就给直流电做了一个 无除点的可调的开关 所以说我们用这个模块的占控比 来调节我们输出的电流 以及电压 还是很方便的 由于我们后边驱动的是长管 利用一个我们看 很小的一个长管 它的温度现在是很凉的 没有加散热片 所以说它的功率还是很大的 那么它就能够带动我们的24伏的灯泡 最亮的状态 那么很显然 这个无除点开关 也就是无除点可调开关 还是很成功的 这是它的电路图 供电是12伏 输出的PWM信号 加到了长管的三级 长管的原级是接我们模块这个D的 然后这个第二个供电 是接长管的漏级 然后呢当长管导通的时候 通过长管的漏级原级 辅载回到第二个供电的负级 就是这样设计的 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